這個圖把他拉大一點給各位看一下 預設他開頭一定是uncreate對不對 等到我按finish的時候呢 他會觸發哪一個呢 觸發叫做unstop 所以呢我們最後呢 finish之後呢要把程式就是要把剛剛那個 姓名電話 還有住址 就是在unstop的時候呢要把它記錄下來 那怎麼樣記錄呢 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在那個程式碼裡面喔 會有個unstop 這邊有個unstop 就是當我程式結束的時候呢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 理論上這個程式應該會是這兩行應該會自動產生 再加上一個這個一個大瓜糊 那我要寫的話特別注意喔 上面不是有inport嗎 請你就用複製的 把這個因為如果這一串這麼長對不對 有時候不好背 你把Ctrl加 CtrlV把它複製起來 那你只要記得喔這個sure preferedness 它是放在content class底下的紙類別 所以呢你就直接點 這邊喔預設已經 那你把它複製下來之後的話呢 在底下unstop的地方呢 在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建立一個實體 叫st st 那st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就把資料存在這裡面 那一樣後面要給用一個什麼 get 用get share preferedness 那裡面需要哪一些資料呢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給它一個string 底下有沒有string name string name 再來的話 裡面有一個 intmore 那這裡有點跟那個資料櫃很類似 intmore 前面有點類似 它主要是寫入 這個模式 就是有兩種嘛 一個叫readable 一個叫writable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其實用readable、writable 其實我記得好像都可以 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 上面有給它一個string 一個name 那string name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常數 叫做 Prename Prename Prename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已經 幫我們 在上面有個常數 所以這邊的話呢 直接把這個常數給它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就會產生一個name 它的名稱 名稱的話 對應到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已經預設了 所以直接給它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利用這個 shareprifonis 點 edit edit什麼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編輯 因為我們必須要針對這裡面的資料做編輯 所以呢 直接 再指向一個 st 就是這個實體 點edit 然後我們再針對它做編輯 那 edit 底下 記得有個方法 叫 put string 要把資料放進來的話呢 記得用put string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put string 裡面有幾個參數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他第一個是key 再加value 那有點像那個 感覺上有點 我的感覺 有點像那個 Windows 裡面有那個regist regist 有沒有 登錄檔 它一定會有個key 一個value 所以呢底下的話我就給它一個key 那key的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我叫key01 那這部分我記得已經 上面